1950年初夏时节 位于湘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县 显得异常平静 这一天驻守荒县的解放军第47军 419团突然得到一个情报 一支600余人的土匪武装 正准备兵分四路攻打荒县县城 此时人民解放军解放荒县已有半年多了 大规模的剿匪行动也出见成效 残匪们大头躲进深山老云不敢出来 这个时候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股数百人的土匪武装 1950年6月 朝鲜战争爆发 已经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 开始叫嚣反攻大陆 并先后从台湾派遣十几名特务 空降到湘西 企图搅乱湘西局势 听闻消息 已经逃进深山的土匪们 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与国民党特务勾结 利用朝鲜战争 宣扬国民党全面反攻 煽动百姓参加土匪武装 对抗人民政府与解放军 为防范土匪反扑 负责驻守晃县的解放军第47军第419班 安排队伍加强了戒备 同时派出侦察员密切关注土匪的动向 侦察员发现 土匪们经常在晃县城郊 侦察地形 秘密联络 准备攻打晃县县城 跟踪追查后 侦察员们进一步摸清了 这些土匪的来路 此次准备进犯荒县的土匪 包括贵州的匪首杨国正 萧宗怀 湘西芷江的匪首胡老翠 以及荒县匪首姚本邦 杨天雄等人 原本并非一股势力 而且大多已被解放军击溃 四散逃窜 而这一次将他们重新揪集到一处 谋划行动计划的 是荒县的著名匪首 人称榜爷的姚大榜 说到榜爷 姚大榜 大家或许并不陌生 三十年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 《乌龙山剿匪》中 土匪投的田大榜的原形 正是这个姚大榜 1949年解放前夕 湘西地区盘踞着大小土匪武装几百股 其中势力较大的 有古葬的张平 《乌龙山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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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位数得上名号的 就是荒县的姚大榜 这是一张姚大榜中年后的画像 高颧骨 阴沟鼻 大嘴巴 后嘴唇 两颊凹陷 两条眉毛又黑又粗 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充满了杀气 看上去十分凶狠 姚大榜这种人 少年时代 就是不务正业 当然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了 就生活在这个山区 崇尚强者为王 因为性格争强好胜 身材又榜大腰圆 姚大榜在十几岁时 被家人送进贵州的讲武学堂 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 这样一个人物 如何成为土匪的呢 姚大榜十几岁的时候呢 有个人偷了他们家的牛 所以姚大榜呢 就找这家去要这个牛 希望把这牛还给他 这家呢就不还他牛 不但不还牛呢 还可能打了他 他就非常气愤 以后呢利用一个机会啊 就把这大伙人家 偷他牛的这人呢 就用土枪给打死了 这样呢他就走上了这个 陆林好汉的这么一条道路 凭着凶狠狡诈的性格 以及在讲武学堂 学来的一身功夫 姚大榜很快拥有了 一支自己的队伍 还靠打家结社 积累下了不少财物 于是他又回到了黄县老家 买房置地取妻生子 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 随着家产规模的扩大 姚大榜手下匪众越来越多 渐渐成为了文明镶前边界的 大地主 大土匪 湘西的土匪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兔子不吃窝边草 老鹰不打脚下石 以家乡为大本营的姚大榜 似乎更是严守规矩 他不允许土匪在自己的老巢 方家屯一带祸害 若有违反 一律追究严处 因此 当年在这一代老百姓的眼里 姚大榜 俨然成了地方上的保护神 然而这个保护神 实际上保护的还是土匪的利益 土匪们虽然立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 一般不劫略本地村寨 但他们会强迫本地的村民 每家每户捐钱捐腔 或者出人参加土匪武装 稍有不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那是比他没办法 是吧 你不起那就把你原家就要打 原家都打了 你不起还不敢打你一国子 把你原家都打 这么厉害 就这样 不少百姓被姚大榜这样的匪首裹挟着当了土匪 过着一种半农半匪的生活 与此同时 为了笼络人心 姚大榜在晃县玉平万山交界处的三角地区 办了一所玉平中心学校 并自任校长 看起来是解决了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 许多不知内情的人 也认为姚校长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 但是他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什么呢 他的土匪联络 就好多联络了 在后面呢 打着什么土砲啊 打斗子啊 在学校附近的这个武器养装 以学校为掩护 姚大榜率领手下打造武器 与各处土匪勾结联络 不断进行明抢暗夺的土匪活动 抢劫往来客商 是姚大榜的一大财路 因为他所在的黄县 西街云贵高原 东莲紫江 西南北三面与贵州毗林 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和西南省份经济交流的黄金走廊 也是乡前边界重要的商道和物资集散地 这里既有地利又得人和 因此姚大榜和他的队伍在此地 韩剧长达五十余年 在此期间 政府也曾数次派兵剿匪 但是由于山高黄厉远 总是力所不及 最后剿匪只得变成了昭安 然而姚大榜这些土匪往往是 扶招不扶掉 受封不受管 反反复复 与归履探 不仅如此 姚大榜还借着被封的官职 扩大队伍 充实武器装备 掠夺财物 更有甚者 他还率兵攻占了黄县的县城 1948年冬天 负责湘西地区防务的 国民党第17绥靖区司令官李莫安 命令各县从现有的地方武装中 抽调人员和武器 成立勘乱建国大队 那些被招安的土匪头子 认为这是在削弱他们的实力 非常不满 纷纷反水叛乱 1949年3月2号的时候 湖南省保安师团团长汪远华 和几个土匪头子 合谋 纠结了大约5000人 攻下了远林城 进行烧杀截律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跟整个湘西地区 这就是著名的三二事件 在这起震惊湖南乃至全国的 湘西事变中 姚大榜也趁机捞了一票 他带领自己的队伍攻占了 放线县城 成立放线保安第二团 并自任团长 就在湘西事变发生不久 1949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 百万雄狮过大江 开始解放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湘南是解放军 进入大西南的重要通道 湘西的十万土匪 作为进军道路上的一大隐患 早就进入了中央军委的视线 部队领导决定 要想方设法 瓦解土匪武装 扫清进军路上的障碍 而此时 富于顽抗的国民党 也看到了湘西土匪的重要性 1949年8月上旬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喜 飞抵湖南紫江 召开军政联席会议 声言要在湘西建立一道人防长城 妄图以此阻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步伐 作为荒县最大的土匪头目 姚大榜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被任命为 相跪前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 成为国民党与解放军对抗的一枚棋子 这个姚大榜和杨永青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两人经常合伙起来对付其他土匪 那么解放军进湘西以后 杨永青几次召杨大榜 成立所谓的指皇反共游击总队 指皇就是指江和黄县 两个地方联合起来 成立反共的游击总队 两人准备分别任政府总指挥 对抗人民解放军 然而解放大军已经事故可打 1949年9月中旬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开始对白重席的军队实施包围 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几十万大军 也在湖南北部集结 准备向贵州四川挺进 很快四野主力部队在湖南南部的衡阳宝庆地区 同白重席的国民党部队展开激战 十月中旬 恒保战役结束 解放军消灭敌人四个师四万多人 这一战粉碎了白重席精心构筑的所谓湖西联合防线 为进军川前的解放军扫清了道路 为确保二野南下大军的侧翼安全 上级命令四野第四十七军进驻湘西 姚大榜与杨永庆的密谋 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 就被挺进湘西的解放军击碎 杨永庆逃离止江 两天后 姚大榜也撤出了荒县县城 率领匪众躲进深山老林中 1949年11月10日 荒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清剿土匪的工作选举展开 考虑到这一代的土匪 很多都是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 因此剿匪部队在城乡 广泛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 同时开展了 父劝子 子劝父 亲劝亲 有劝有 七劝夫 弟劝兄 匪劝匪的七劝运动 归劝土匪下山 弃暗投明 而对于姚大榜这样的匪首 政府也曾专门派人去争取他 劝他认清形势 向解放军投诚 然而当土匪们纷纷放下武器 回归故土田园的时候 姚大榜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姚大榜的长子姚英科 曾就读于贵阳大学 接受了进步思想 他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以后 各地大小土匪或落网旧勤 或缴械投降 他几次劝说姚大榜 不要再与新政权为敌 应该放下武器 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 所以大儿子思想比较进步 回来还劝他 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全中国了 你在这对抗有什么好处 你下山投诚的话 政府对你会宽大处理的 面对儿子的苦口良言 姚大榜非但不听 反而破口大骂姚英科是逆词 最后露出了杀人魔王的猙獰面 一台公侯家是撤枪到 这个白马山九国家 把撤枪打我大别来 大别人跑回来 他说我大别是判他了 姚英可没想到 父亲对自己也如此凶狠 他只得放弃了劝说的念头 离家出走 准备去贵州当教员 临行前 他暗地里将姚大榜 撕藏的24条长短枪支 偷运出来 交给了解放军 据说经过此事以后 姚大榜越发不相信其他人 为了免遭不测 每晚睡觉前 他总是把线箱 切成几寸长的一段 点燃以后 捆在手指或者脚趾上 作为报警器 等箱烧到手或脚的时候 他便会惊醒 起身另换一个地方 往往一夜之间 要转移几次 真是黄黄如丧家之泉 早没了当年榜爷的威风 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 转眼就过去了半年 1950年的6月 一个消息传来 姚大榜疲惫的身心 似乎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1950年初夏 解放军第47军调集主力部队 前往淮化 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行动 仅留下第419关 一个营的兵力助手荒线 此时 姚大榜感到翻身的机会来了 姚大榜秘密联合乡前边界的几大匪手 重新纠集队伍 妄图承虚而入 攻占荒线现场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解放军第419团 已经提前得到这一情报 马上加强了防守部署 4世 shades 好好看 安排一个 nickname 到这边对导游 安排到对门坡上 不及那边坡上去 你抓紧我跑 因为不嫌 然后又是老黄 있어요 老黄 brackets 我們現在去火災災那些地方 就不知道警方 就朝著北門 第二天清晨 以為勝券在握的姚大榜 率領土匪們向荒縣縣城直撲而來 結果卻遭到了解放軍的迎頭痛擊 土匪的幾次進攻都被打了回去 正當姚大榜準備組織下一門進攻時 突然 幾發炮彈打來 土匪頓時死傷一片 荒縣一戰 姚大榜的如意算盤不僅沒有打成 還領教了解放軍的厲害 他連忙帶著手下倉皇撤退 逃進了湖南與貴州交界的深山裡 此後幾個月間 姚大榜在晃縣玉平縣一帶的山裡 東躲西藏 黃黃不合中 姚大榜主要在晃縣活動 但是有一次在玉平縣抓住了一個姚大榜的手下 叫黃東升 這個人供出了姚大榜住在什麼地方 當時的縣大隊就帶著一百多名兵 就直撲他的隱藏之處去 但是撲了個空 因為姚大榜這個人非常嚼勞 頭一天就跑了 原來就在頭一天晚上 警惕性極強的姚大榜 似乎嗅出了危險的味道 連夜逃往了佛羅新寨 兩傘一帶地區 兩傘位於湖南省荒縣西南部 雪洞位於貴州省三岁東部 與兩傘三角地帶連成一片區域 這裡山高嶺峻交通不便 1950年夏秋之交 五千多名殘匪匯聚雪洞兩傘地區 在姚大榜的匪首的組織下 開始鬥駐公事修建碉堡 準備長期聚首抵抗 他們自吹雪洞兩傘是攻不破的小台灣 還在此成立了 鄉前邊區反共遊擊司令部 匪首楊永青任司令 姚大榜任副司令 他們沆瀉一氣 妄途與人民解放軍決以死戰 為了徹底消滅這部分滿匪 1950年12月7日 解放軍第47軍 第140師第419團 與貴州陣友軍風區聯合作戰 分12路向雪糧地區寄進 被土匪形成鐵壁合圍之勢 18日 各路戰鬥打響 方圓30餘里的雪糧合圍戰 全面展開 這次合圍第12日活天 殲滅土匪5000多名 活著鄉前邊區反共遊擊司令部 司令楊永青 第二前進指揮所指揮官楊德莊 第8縱隊司令汪昌仁 以及師團支隊長以上匪首50多名 然而姚大榜 卻再次僥倖逃脫了 1950年12月中旬 一路追蹤的解放軍剿匪部隊 在荒縣和貴州交界的豪庆湾 發現了姚大榜的突擊 經過一場惡戰 姚大榜的小兒子 及其手下的一名得力幹將 被當場擊斃 他的老婆彭氏和女婿 楊宗正等人被活捉 可是 現場卻不見姚大榜的突擊 這一次 他究竟會逃到哪兒去呢 1950年12月25日晚間 在晃縣石家平的武水河邊 出現了幾個黑影 他們匆忙登上了兩艘小船 向對岸滑去 正當船到河中間時 突然從對岸傳來槍聲和喊沙聲 船上頓時荒作一團 一隻船掉頭往回跑 另一隻船卻被踩翻 船上的人都掉進河裡 原來這偷偷渡河的人 正是姚大榜和他的水族 而在對岸開槍的 這是預先得到情報 前來阻擊的民兵和解放軍部隊 第二天 民兵從河裡打撈出十多具匪徒的屍體 其中有一具屍體上 跨著一支手槍 據當地人辨認 它就是潛逃多日的姚大榜 這個危害鄉前邊界五十多年的匪首 最終淪為了水鬼 繼姚大榜之後 那些惡名昭著的湘西匪首 也逐一退出了歷史舞台 追繳殘匪的行動 一直持續到1952年 危害湘西數百年的匪患 終於被徹底淡平 和尚在座位置 這一集 來自從大衆的定義 這集都是企圖的 和尚在座位置 哪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